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人走开 一个人走开 不是没有想过 随便谈个恋爱 一天又过一天 三十岁就快来 往后的日子 怎么对自己交代 寂寞奶奶 寂寞奶奶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 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 时光不再 时光不再 只有自己 为自己喝 才只有自己 为自己 被爱 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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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曾经有过 很多感情恶寨 对于未来的爱 我还是非常期待 这一次我的心情 不高不低 不好不坏 寂寞奶奶 哦 寂寞奶奶 爱情是最辛苦的人 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 时光不再 哦 时光不再 只有自己 被自己喝 才只有自己 和自己 被爱 寂寞奶奶 哦 寂寞奶奶 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 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 时光不再 哦 时光不再 只有自己 为自己喝 才只有自己 为自己 被爱 我搅着我还可以啊 再生两个调 我搅着 我搅着 总是 总是公白无故的 难过起来 然而大伙都在 小话 真是精彩 怎么好意思 一个人 走开 我搅着你 My heart 不是最幸福的 这些人 我搅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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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像你 我搅着你 实在你 我搅着你 从我搅着你 我搅着你 一遍想着你 你在远方的山上冲锋势力 今天的风吹向你下了雨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我在孤陋的夜色中 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飞机飞过这水马龙的城市 千里之外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估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关上了门 莫名的倾诉啊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化成个留在山河 我在孤陋的夜色中 为你唱花香自来 在别处沉默相遇和期待 飞机飞过这水马龙的城市 千里之外不离开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把所有听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 关上了门 我英文的倾诉啊 我英文的倾诉啊 请问谁来将它带走呢 只好把岁月化成个留在山河 只好把岁月化成个 留在山河 这个因为好几天没发车 原因就是比较复杂 very very复杂 那么至少有一件事情 实际上是让我发车也有点困难 就是因为帮着吉特男孩家族 来处理一些方方面面的合作 一些未来的学习生活 所以每天通微信 大概就得通个几十起打电话 然后包括自己还得出去 像今天下午两点半 我又见了咱们国内比较 也不说比较吧 应该是很出色的音乐制作人 Music Producer 弹一哲老师 我们也就 家卓的未来一年 他在音乐这个道路上的发展 也做了一些交流 我觉得弹得很好 我觉得弹老师和我至少有一点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 弹老师说如果要挣钱的话 他就去包装男团女团 他就去做一个歌手 因为歌手要是做出来的话 这演出费 说句实在话 你要是到这个汪 汪峰这层面 或者说是谭维维这层面 或者是哪怕 就是一般的小鲜肉这层面 刀个四五十 七五十 百八十 都跟假的一样 刘家卓未来的商业 最多最多 十万 没法再多 这都得成大师 说刘家卓的那偶像叫托米 澳大利亚的一八十一岁的老人 说呀 说现在来中国演出 给他个一万美金 这哥们就来了 也就是说呢 靠刘家卓商演挣钱 这条路 你要说对家卓本身 可能他是有吸引力 毕竟家庭是需要在北京来 来安顿 他也需要学习 一堂课一对一的教学 每个千八百能下来 是吧 但是你要说对于想包装他的人 或者是想做他经济的人 实际上呢 没有太大价值 但是呢 谭老师说 他不看中这个 他看中的是真的有一天 能够把家卓通过他团队的努力 制作出真正的原创的音乐 以家卓的这份技能登上绚烂的舞台 和世界大师的合作 能够把中国的音乐和西洋乐器之间完美的结合起来 在那一天 他坐在台下作为producer 他们他会感到very proud 就这个意思 有人说 你呀帮刘家卓是为什么 我告诉你 我就为了我内心的感受 我就想得到那份满足感 我就觉得这件事特牛逼 就这么一点感受 你说我拿家卓挣钱 说句实在话 他商演一场 还没有我说一场球这么多 我就是这样 有人说 你还是活到一定境界了 原来是自我实现 现在帮助他人实现 我不懂那些 就像刘家卓说 你问他 你有没有天分 他说我天分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跟我说的那些 我都不懂 我就懂 我现在每天过得很充实 我就觉得我特别牛逼 为什么呢 因为萍水相逢 素不相识 我飞到白银 第一面见到他父母 接来北京第二面见到父母 然后他父母就回老家了 然后他儿子就交到我手上了 在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 说句实话 你也有孩子 你敢把孩子 12岁的孩子 交代一个 只有两面之缘的人的手上吗 你不敢 换句话说 我也不敢 但是他爸他妈敢 他爸他妈敢交到我手上 我也敢接 这事儿就这么大了 这个社会人心割肚皮 害人之心不可忧 防人之心不可忧 人与人之间 人面受心 是的 但是我就想告诉 能知道这件事的人 世界上不是世界上 这个社会在这个年代 在在我身边 他发生了 他发生了这件事 就是这样 人与人就是这么信任 没有办法 一纸合约 没有 我没在任何合约上 让他爹 让他签字 我代理你 我当你经纪人 没有 此时没有 未来也没有 never 明白吗 这就叫牛逼 你这有一波冷嘲热讽的 阴阳怪气的 尖酸刻薄的 跟网上评论我这件事儿 尤其还有一些同行 我就告诉你 你呀境界跟我差太多了 你别跟我比 我都不跟你比足球 你明白吗 就你活那个境界 你他妈就根本没法跟我比 你没有资格评论我 你明白吗 你都没资格评论我 你甭管你这的那个的 你 你说句实来吧 你以为我是做足球的 或者说我仅仅做足球 别闹了 差不多就得了 踏实别说话 在旁边看着 明白吗 哎呦我看看这两个 那就行呗 这那两个快乐 就不能见人家 谁知道他怎么回事 别说话 不什么都没做吗 你踏实看着 你只有看着的资格 总是平白无故的 难过起来 然而大伙都在 笑话正是精彩 怎么好意思 一个人走开 好吧 所以说 就是 不要 不要用常人来揣摩我 虽然说世人都经不起推敲 对吧 但是你不要用常人的 常人的这个判断标准 揣摩我 你妈常人有三百多天 在这直播的吗 有常人有三百多天 不让你发礼物的吗 有吗 有吗 没有 明白吗 踏实看 好吗 看受教育 接受教育 你心灵的洗礼就完了 别评论 因为一评论就特别low 真的 好吗 来说正事啊 我先介绍一下 我先介绍一下 就说明天晚上呢 我跟李鑫呢 在PPTV呢 解说这个江苏苏宁啊 对大阪钢霸 后天晚上呢 解说这川崎前锋啊 对这个广州恒大 这两场压过来 说那场你怎么不转播呢 那场的时间重 我没法同时说一场 我没法同时说一场 所以上海上岗客厂对这个 土核红蒜 这球就不说了 重点说枪苏 因为我是比较受信任的主持人 明白吗 因为我拿捏的比较好 有人说了 说苏宁啊 是PPTV的老板 啊 然后苏宁的球 应该怎么说 这那 彭桓怎么说 你就是口对着心说就行了 对不对 我跟李鑫说完江苏 就是这个 对重庆吧 没有骂的 没有骂的 我也不刻意说什么 我也不刻意扁什么 就说球就完了 是吧 世界上也有那么多烦恼的事 庸人自扰 不就说个球吗 对吧 客观评论就完了 一是一 二是二 黑的成不了白的 白的也成不了黑的 好吧 这就挺好的 明白吗 然后呢 就是实话讲呢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 我在这还能开几辆车 这我说的是实话 为什么呢 我就说呀 这个世界上 是需要有价值认同的 明白吗 所有一切的合作的基础 是价值认同 就说呢 这东西 就这个比 对吧 我认为它值三块 你认为它值三毛 那就没法聊 那聊得及吧 不聊了 对不对 你要说 大家说 我认为这是三块 你说两块五 这事可能还行 对吧 你说 我说这值三块 你说值三毛 那甭聊了呗 是吧 还有这个世界 有些很多东西不公平 说这个以人民的名义 我今儿我看一标题 蹦下来了 说以人民的名义 四十个演员 老戏舞 最后片酬 不及一个 女影星的一半 这是不公平的 明白吗 这是不公平的 明白吗 这是不公平的 但你说谁创造的呢 也就这些受众创造的 活该 你们非得买人家单啊 对不对 还有那些商家 那些色秘秘那些老板 你妈的 你怎么找他代言 你不就想跟他吃顿饭 握个手 合个影吗 你说你那钱 都他妈的白扔了 你们给你老婆 你都没这么大方 傻逼 没办法 不公平 明白吗 你一个坦胸露乳的 在直播上 比我挣得多 凭什么呀 凭什么呀 你包装出来的几个 叮光五四的 跟他唱歌跳舞 都还着音的 你比刘家卓挣得多 你扯王八毒的你 这个世界还有法律吗 还有王法吗 明白吗 但是没办法 这是 有王法 但是没办法 你说怎么办呢 所以这 这就是 就是很多东西 最后就全都 扯王八毒的 拉骨兜子了 真的 你说 你说怎么解释 你说怎么解释 说内容为王 你妈什么是内容 长得好都是内容 你说一帮脑残粉 天天就人家小鲜肉 美女女神 你妈哪个是你的呀 我天天的 你这个老公 你那老婆的 你表白 你表个屁呀 你表都快白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真是 有的时候真是 你看到很不公平 但是 我今天主要就是 平常我也不说 我今天我主要是表达一下 明白吗 我觉得一个社会 我应该有一个价值观 明白吗 什么是好 什么是坏 这他妈 给这价值判断 你要不然这社会 不都完蛋 完蛋 完蛋 西北军发电报 我军完蛋 不爆吗 你说是不是 天天的那个APP 蹦出来的 不是这偷拍 就是那绯闻 哎呦去 完了再就这洗澡被看上了 那女朋友 你都扔到阳台下面去了 天天往外蹦的都是这个 你们压 你们压呢 这些干APP的 干门户网站的 你们孙的 你们有没有女儿女 你让不让你儿女 去看这些玩意儿 你要说 你天天拿这个 就这些弹出来 这些乱七八糟的 这些 这些打擦边球的 这些黄色的东西 你愿意给你孩子看 你牛逼 你会吗 你他妈不会 你就坑别人孩子 就这帮 真是完蛋 真是完蛋 然后呢 就是政府相关部门 也睁一只眼 逼一只眼 也打不过来 估计 是吧 再加上 送点东西 也不打了 我说句话 我还真不是分枪 我也不是公知 我平常很少抱怨这些 但是我只是觉得 就最近接触了一些 就事 我才明白 是吧 请刘家卓上节目 我们替他宣传 你娶你大爷子 用你替他宣传吗 你那节目 有我这一直播看得多吗 还替他宣传呢 你替他能不能付学费 你替他宣传 是吧 你能不能穿校服 穿你妈 穿什么校服 你以为大一哥呢 整天炒作 这啰啰啰啰唧的 上阿里那个穿校服 他是要第一次走出白银 他要代表他们学校亮相 他穿的校服 以后还穿校服 有明白 有毛病为毛病啊 穿校服 还披麻带校呢 这帮傻逼 踏得实实 对吧 你要觉得这孩子 有 你愿意说 对你们节目有好处 你踏得实实 孩子想穿什么就穿什么 明白吗 穿什么校服 你他妈怎么不穿校服呢 你穿睡衣来得了吧 傻逼 别扯这 有的吗 前两天接待了一波采访记者 有的真的好 你要央广网这哥们 人家用镜头真实记录 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 新京报那个文字记者也可以 那篇 那个视频 这那又得又高小松 又砸琴 就这那 你他没高小松 你能死吗 你不提高小松 那标题里面 你是不是就这个东西 别人看呀 你踏得实实做新闻 行吗 高小松要想见的 早见了 我从北京去白银 我都见的 你说是不是 别扯 王八毒了 踏得实实的 真的 对得起自己良心 明白吗 别吵 吵什么呀 有人说 说你们吵 吵什么吵 往哪吵啊 就我微博上 有人说 你们现在吵 你别最后 你们都跑了 你他妈拉倒吧 先跑的也是你们 先跑的都是看热闹的你们 我不会跑 明白吗 我要会跑 我就当初 我就不会去飞到白银 别扯了 好吗 刚才呢 主要就是我那个状态啊 有的时候呢 是进入到一种戏剧状态 你别当真 你就知道是 以发车的名义 它戏剧状态 我其实真正的 其实我真正痛苦的时候 我是在笑着 而我真正做出一个很愤怒的样子 其实我内心就是挺可乐的 好吧 你就 你就那个 你就那个 选择的听 选择听 然后我要说 骂了脏字的 你跟孩子说 你说叔叔在演戏 叔叔是个好人 平常不骂人 好了 来咱们说点正事 这个 对 这不解说两场亚冠吗 今天 明天解说 今天两点钟 别忘了 暴风体育 新中超客栈的直播 明天两点钟 到时候我发链接 没有链接 你就下载个暴风体育 你就算为我下载 行吗 对吧 你下载多一点 它可能最后能 给我的理心能多点 对 多个三头五百的 因为什么呢 我们这五年 这节目能撑下来不容易 没有吗 我们不是快乐大本营 一期一百多万 两百万 我没有 没挣钱 对吧 我在乐视 一年挣五十万 我没挣钱 那你怎么能买别墅 我交着房贷呢 你用不用看 我那个 每个月还两万四 你看吧 对 明白吗 都一样 然后呢 这个 周四呢 我们乐波足球 哥们带队 将会奔赴一家 中超俱乐部 这个 要去采访他的主教练 这位主教练呢 应该说是 履历丰富 但是呢 今天来的消息呢 让我觉得 稍微有点遗憾 就是好 好不容易 联系上这次采访 他说这主教练呢 只给我们半个小时时间 完了 他也不会说汉语 我也没法说 他那国家的话 你想半个小时时间 我提问 翻译 他说 翻译 我再说 再翻译 他再说 再翻译 五个问题 所以 但是呢 他那工作人员说 那看聊的怎么样 说聊的好的话 母教练 还是挺儒雅随和的 我说行 我就聊一聊 我跟张子怡聊过 高媛媛 董卿 成龙 孙洪磊 张国立 孙悦 纳英 刘欢 邓超 海清 赵本山 赵四 刘能 小小羊 我都聊过 真的 我他妈是专业陪聊 我争取能把他聊顺了 行吗 怎么着 最后能聊一个小时 你别我们大老远去的 你给我半小时时间 问仨问题 把你台皮又走了 我丢不起这人 我作为一个 他妈的 在北京卫视 我做了 一个礼拜 七天 五天 是我主持的 访谈节目的一个主持人 我丢不起这个人 对吧 我跟我采访对象 聊半个小时 人家就抬屁股就走了 我这 我没法说 真的 我是好说不好听 对吧 我争取给他聊开心了 但是我绝对不铁 没说 哎 我您这个国际名帅 您那个来中国 对中国中国事业 那简直就是福音 您当时那英超 您就是那半万的 我来木铃尼奥车 王八卢 我见你 就得叫大哥呀 你在西甲的时候 我说你平汤啊 你啊 那个时候 我看你 那简直 我只会真的活灵活现 也就是巴萨能灭你 是吧 你来中国以后 你都不愿意赢 我都开始赢了 我知道 你才开始 走了 教练 再见 我捧着说 我也会 明白吗 我跟你讲 就我这个人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要一般来讲 就是我不愿意呀 特别特别较劲的 去干一件事 你明白吗 我要较劲 我怎么自己都害怕 你明白吗 你看我自己 跟别人谈价 我呢 您说 董老师 咱那个那个 你看这个事 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 完了 您开个价 我说我开价啊 对 您开 行吗 那个 八万的 老师那行呢 不是八千 行不行 哎哟 哦 那个 我这 特别不好意思 那我再 反给你点吧 你要真的 给我那么舒容 我再反你点 行吗 我这拿这么多 我这含糊 太麻烦了 哎哟 是吧 但是我要是 为我心爱的人 争利 我告诉你 哥们特别狠 你知道我 就这些天 我把一些 出这儿来这儿 北京话叫渣蛤蟆的 什么这种节目组 我全给他一句话 我就 就给弄走了 明白吗 我这个人 我不愿意较劲 你们也别跟我较劲 真的 这我这个人说句老实话 算是比较实在的人了 这个世界上 你自己琢磨琢磨 有人说 哎你怎么解说真烂 但你这事做得好 我去你妈的吧 你能听懂我解说吗 你说我解说的烂 你他妈听得懂吗 你还知道 哎这事我路转粉 你去你妈 你路转 你屁 我都不管你 还好像你 还你恩死我了 我说你今天灯梦化我 晚上你是不是给我洗白白 你能弄我一下啊 你弄的你好像 我说你还选择我 你别闹了 大哥 差不多就得了 我擦 还弄的 你这事做得好 我路转粉了 或者是我黑转粉了 你他妈继续黑啊 不就是个贴吧 我操 你多大岁数了 你呀 你撒尿活泥了吗 你这个年龄 还弄的 还这我支持你一下 用他妈找你支持吗 你还弄的 我还不还得给他跪下 我得滑跪 滑到他面前 我亲吻他的脚趾 还得这样 你去你大爷 你他妈是谁呀你 你在现实生活当中谁他妈路转粉粉你呀 弄他妈请他妈请他妈还弄着一会儿交这 你应该这个 你应该这个 你应该让孩子这样 你应该让孩子这样 你不应该让孩子这样 你不让你他妈有孩子吗 你不认真的 你我娃娃你都能自己抱着你 你也就还没记 就是人哪 跟有思想的人混 做有意义的事情 别整天跟这剑 敲着个剑 敲着巴拉着你 行吗你 你爹妈都不会这么教育你 我教育是为你好 你说你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 或者你好了 跟我有什么关系 一切真的是为你好 时不我待兄弟 你身边有多少人都已经住着洋房 开上好车了 你还这天天弄个他妈UFO的骑呢 那叫UFO吗 就是那小黄车 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啊 你弄得连住房 你还弄个假身份 你差不多得了你 踏踏实实努力的去拼搏就完了 别整天这那疙瘩了 哎呀我去 对 晚我周四呢 我们就去那 完了采访回来 然后呢 周五 谢谢 周六解说中超 周日解说中超 周 周下周一 我呢 上午录 因为我没办法 我上午录那个新中超客栈 我中午飞机飞上海 我晚上呢 去这个央视的出彩中国人的现场 我看刘家卓第一次登上央视的舞台 对 然后第二天 那个他们爸妈妈回来 带着他回来 因为十四号是他生日 本来我是十五号去上海 但是我想他爸的妈跟他 也已经分开有两礼拜了吧 差不多 我说安排他 我那兄弟张根带着他去上海 因为我走不开 我这个礼拜四不是有那个什么吗 礼拜四晚上 有什么来着 礼拜四要不然我飞他 礼拜四 礼拜四 晚上还有哈喽吉他 就是 李宗盛 然后礼拜六解说 礼拜天解说 然后就 对礼拜六还得去上天津 因为这个天津呢 办了一个足球赛 北京起航球迷队的受邀 第一场开幕式 那个鹰子飞让我去 我就坐大巴 六点钟就得到奥提集合 然后去那边参加开幕式 中午说给我准备了一个自助 然后吃完了回来 然后礼拜六晚上解说中超 礼拜天解说中超 礼拜一飞上海 礼拜二晚上我在上海 完了我参加一个活动 说是一波上 生花球迷和一波上岗球迷 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然后这边生花有俩球员 上海有俩球员 生花那边出的是 媒体代表是姬羽扬 因为姬羽扬是生花球迷 真的姬羽扬是生花球迷 孙的包活该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作为一个记者 你非得当一个队的球迷 多难受 但是不是开玩笑 因为老姬对生花有感情 我能理解 但是老姬那边 去生花球迷的上岗这边 不就是空了吗 后来他们选来选去 说找董路吧 完了跟我 我是不想去 其实我就想18号就回来了 后来姬羽扬他特别磨叽 姬羽扬这个人 反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你没法拒绝他 因为他太可怜了 跟你说的 特别真诚 真的 你说当初 你说就1998年 这事我不愿意提 98年2月14号情人节 是吧 我呢 说句老实话 我就是 我想跟前台一张小姐 我们一块出去转转 没干什么 我就因为怕他 你一个人在 因为他一直给我 一个特别可怜的形象 黑不出溜 完了瘦不垃圾的 完了吃也吃不饱 走哪 完了老是觉得好像是要打他 然后我就打个电话 我说小姬啊 我们出去 我跟张小姐出去转转 你去吗 就我这个意思很简单 就是他就应该明白 情人节晚上 我跟一个女孩 我们出去转转 这事是但凡有脑子的 也肯定你们去吧 没事 我在家待着 我一个人没事 对吧 结果他说 你等我啊 我就去啊 他把电话挂了 七秒钟 衣衣衫褂褂褂就下来了 从电梯上 就跟着一块去了 去的时候 他坐副驾驶 我跟张小姐坐在后边 等他们回来的时候就不对了 就他俩先坐在后边了 我坐副驾驶了 完了整个过程当中都是他们俩在前面走 我在后面跟着 这种感觉特别不好 完了 我就18号晚上呢 我在上岗这阵 他在生花那阵营 我们再完成一次PK 然后呢 也没多时间 我们就会回到酒店 然后我们再翻辆车 19号上午 我独自坐飞机回来 下星期二 这么一个安排 明白了吗 我去 38分钟 我才讲这么点事 来吧 来说正事啊 说正事啊 咱们这么讲啊 这个 咱们说 幸福的家庭啊 都是他妈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呢 是各有各的不幸 这是 列夫推车白菜说的 那么 咱们说 这个赛季到现在为止 从亚冠赛场上的表现来看 那应当说 这个从战绩啊 苏宁三战三胜 是吧 上岗三战三胜 恒大这边稍微有点问题 一胜两瓶 对不对 但是呢 但是呢 你要说是结合着双线作战 你会感觉呢 上海上岗啊 现在整体的这个前进的势头啊 还是可以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呀 他他很简单 上岗的球 其实呢 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什么呢 就是每一场只丢一个球 我说没说 来来来互动一下 来来来互动一下 来互动一下 来说说一说你在哪 来来互动一下 好久没见 这三天你都不想我了吗 有人有今天有一哥们给我留言 董哥呀 你快发车吧 我快不行了 我知道 我不发车 他就得发他老婆的车 那那三天真受不了 你明白吗 就说你这年轻嘛 也够呛 所以我今天呢 一发车之后 很多的中年男子啊 包括一些这个 这个这个年轻的男人 还是如是重负的 明白吗 还是如是重负 但是你别轻敌 你别轻敌 你别完事 我这边 放完车了 你听着挺累的 往那边 你老板 来老公 你这一下你咕咚 你就跪跌了 明白吗 好吗 好啊 停 停停停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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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了 都挺好的就行 是吧 最近都挺好的 北京宣武的啊 公安公安北京公安 武汉的 嗯 武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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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汐啊 你看你看现在是不是 你看现在是不是热衣榜不是我 发现没有 是不是 停停停停 你看 你看你看 你看现在那个一直播的热衣榜是不是不是我了 多现实 你说 嘿嘿嘿 无所谓 停停了 停停停停停 我第三了 你还第一的有我人多吗 没有吧 热三是吧 快没了 不开玩笑 来说 咱们爱个儿说 咱们先说哪个 对呢 先说苏宁吧 因为明天我们解说苏宁 这个我们是务须说还是务实说 先务须说吧 务须说呢 也就是说呢 务须变法 就是务 务须说呢 就是玄学 咱们不得不说呢 这个之前呢 在亚冠赛场上 这江苏苏宁的这个三连胜啊 薛薛的有一点啊 含金 就是薛薛的有点成色 稍微差一点点 倒不是说他们踢的不好 就是也挺拼的 但是呢 就是说能赢啊 实际上呢 还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 对吧 其实比赛可能也不是很占优 场面呢 也比较被动 对方呢 也有一些机会 但是没把握住 是吧 但是呢 最后 哎 一个定位球啊 或者怎么着啊 关键时刻的绝杀呀 哎 把这球赢下来了 咱们实话讲 这东西啊 真的 你不信不行 啊 没有 一个 一路好运的是没有的 老话讲 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是吧 赌场失忆 情场得意 说这东西啊 叫能量守恒 或者叫呢 运气守恒 说你这事可以 可能那件事就差一点 是吧 对吧 所以呢 咱们这么讲 就是 那么说真正的这个指挥者 啊 真正的指挥者 他一定是能够 闻到这比赛的 这个过程 啊 你看啊 具体到某一场比赛 你这边发动一反击 该进的球没进 对方可能瞬间发一反击 邦 一脚打门 谈仨人折射进去了 这种事情是有的 啊 那么你要说去 这个一段时间的比赛 你这帮帮老绝杀 对吧 老绝杀 那么接下来 可能你的比赛 就会遇到一些难题 啊 这个不得不说呀 这是存在的 啊 你说怎么解释 我不知道 啊 我是解释不了 但是确实是存在 那么也就是说呢 当苏明啊 在亚冠赛场上 几次啊 凭借顽强的斗志 但是呢 也去稍许运气 能够这个得胜 啊 呃 而威的时候 其实 在某种程度上 可能也孕育着 啊 一种厄运的降临 你说这个厄运 比方说 阿尔玛受伤 特希拉停赛 这是不是都算啊 这都算 或者是呢 呃 在某种程度上呢 有一些比赛 可能看上去 并不应该输 但是也输了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比赛 其实你也没有特别多的道理赢 但是你赢了 对不对 这件事呢 呃 也就是 这是务虚的说法 那么从务实的角度来讲 吹龙珠呢 咱们这么讲 他一定是有一定水平和能力的 我们说呀 一个教练 就像你评下一个人 你说这个人是适合当老公 还是不适合当老公 你说怎么说 没他妈法说 只有他老婆能说 他适合 还是不适合 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对吧 你看男人不坏 女的不坏 你看那黑人会大流氓 旁边老人 小姐一人 对吧 一美女 那你说怎么解释呢 没法解释 有人说 这孙子恶霸 谁跟他 谁那么倒霉 但人家就是愿意有跟 明白吗 跟他还贼死 你说这东西啊 没法闹 所以我们 当我们评价一个教练的时候 你要说是 按照西方的 或者足球是主流世界的 评判标准 什么是好教练呢 谁他妈挣钱多 谁是好教练 只能是这样 因为他那个市场啊 是比较成熟的一个市场 对不对 欧洲足球 那他百多年来 职业化也很多年 好几十年了 所以他的这个价值判断体系 是吧 他就有多种的 这种理论和实践经验 方方面面的一个支撑 最后支撑出来 你是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 但中国呢 这事 你无论是演艺界 还是中国的什么 整个的价值体系 它是混乱 咱不得不说 这东西没法弄 对吧 你说你这个 你说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你说你老戏骨和小鲜肉 你说怎么比 没法比 那个价值 和价格这中间 还就背离 但是呢 咱们具体到 一个球员值多少钱 一个教练值多少钱 代表着他的能力 大差不差 但是呢 你要是把中国这个 多少钱买来再往回 那就不一样了 没有 那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不得不说你像催龙珠 他要是真是说在欧洲 比方说或者是 或者是欧洲 然后有一个评价 那那个呢 可能啊 比较的靠谱 是吧 但是你说世界排名地 前世纪的教练吧 有催龙珠 因为战绩确实不错 带着手上FC 但是呢 你要说是换一个地方 他到底行与不行 这是一个问号 这个并不 他带一个队不行 并不代表他水平低 对吧 他带一个队成 也不一定就是多高的水平 所以这事呢 得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待 明白吧 得有这样的一种精神 那么呢 咱们说呀 催龙珠呢 这带手耳FC的时候 手耳踢的真的是不错 德阳 埃斯库多罗 加上那个叫莫里纳吧 是吧 然后呢 再加上什么高明镇 是吧 高尧涵 李向阳 是吧 李什么 李向阳 不是李向阳 还有谁 就那个叫李什么来着 有人说这跟说没有区别 你是不愿意听啊 不愿意听就走吧 有人说你这说 你因为中国人喜欢 你告诉我 他是好人和坏人 他从小上看电院 是不是就问你爸 爸这个好人和坏人 眼里就只有好和坏 他呢 就就逼着我说 崔龙珠到底行还是不行啊 那我 对吧 他只有这样 你给他答案 他才能明白 这张编文章 忠心思想 你得给我写出来 要不然我不明白 我写不出来 是吧 这个刘大卓谈这个曲子 我听不懂 你能不能 你能不能谈一个 我能听懂的 你什么 他妈听懂不听懂 你不就是你听过 你会哼哼的吗 对吧 海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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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不行 我就让他练练小苹果 行吗 小苹果行啊 这这咱听懂了 行了 真的 你就不懂的 就不要评价 就不要看就完了 不要去不要看 对吧 你没事 你看哥特巴克才想吗 你看吧 你也看不了 是吧 那么这个崔龙珠呢 咱们这么讲啊 说崔龙珠现在心里边最大的感受 你比方说有一天 如果我能采访到他 我就会问他 我说崔 崔崔岛不是 崔岛 就是说 你看你带首尔FC的时候 踢的 那家伙 亚洲你差点把那个 李皮给干了 完了 那球踢的也很漂亮 是吧 完了你这个 怎么带江苏 完了就 打法就是 这不是很清晰呢 我要问 我要问提问 提出这个问题 崔龙珠当场就能哭了 真的 就如果说信任我的话 就两个男人之间的对话 他能抱着我哭 他们肯定能哭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他心里有苦 这个苦在哪呢 就是他怎么觉得不一样 就是也不知道哪里不一样 我说你看你 你那什么外源呢 德阳 我这给你个哈尔玛 而不比德阳好啊 我说你那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那 那小小小个 我说那那特强拉 不比那小 那小个强啊 埃斯库多罗 埃斯库多罗跟他们 拉米雷斯怎么比啊 是啊 但是 我真的 我说还是不一样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 外源都比你 比你当时的外源 好这么多了 你那么 你凭什么你 真的 就是不一样 不一样 别哭 告诉我 哪不一样 就是在首尔的时候 就觉得 如鱼得水啊 在这呢 在这是他们水煮鱼啊 哦 熟了哈 行 别哭了 回 好啊 回去到那个 K K连赛 嘎子连赛 再去磨练磨练 好啊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就是 还是不一样 就是中韩的两国足球 你别说中国能赢韩国 你就说你现在连赢三次韩国 中国足球和韩国足球差距 仍然是一清晰可见 啊 包括和日本 咱们就这么说吧 两个国家各出一万支球队 啊 就把一万支最好的球队 那么打头的职业队 一人到最后 那么U8U5U6的都行 一万支队伍 踢一万场比赛 啊 中国最多能赢五百场 啊 可能你前面 一千个队 可能中国还能赢个三百多场 四百多场 也差不多 大差不差 但你往后一弄 就基本上是孔夫子搬家 全是输 就这样 啊 所以呢 江苏球迷啊 也别抱怨崔龙珠 你当然了 那么职业足球是这个 因为那么高薪请你来 喇叭高 喇叭高的工资请你来 想必不能让你解决一般的问题 对不对 你说有一天 如果一直播给我开个三百万 我在这 我每次直播就十万人 那能吗 那不行 那肯定是不行的 是吧 你多拿 你得承担 你得承担责任 对吧 你像这六十多万 那凑合 我想表达的意思呢 就是 职业足球就是这样 有人 一会儿有人挺他 有人倒他 说起老人话 二十多年了 该挺的也差不多都快弯了 别挺了 都换个劲 就解脱一下呗 就完了呗 非得在这死扛着 有什么意思呢 我不是 人有的说 他其实支持什么东西 他并不是支持这个人本身 他是他妈支持他自己 因为他之前喊过温哥万岁 他接着他踩他 他觉得打自己脸受不了 所以人的眼泪流下来 多半都是为自己而留 人支持哪个人 其实是为了支持自己 明白吗 并不是为了支持什么人 我表达的你明白吗 你能听明白吗 就这种话 一般的鸡汤是没有的 鸡汤会告诉你要为别人付出 今儿有人留言 大哥 董哥 你帮你这一家人 完了 你是他们家的恩人 我说我谁的恩人 我也不想当 我他妈就想当我自己的恩人 明白吗 我就对得起我自己 我当我自己的恩人 我才有可能有一天 真正的帮助别人 我谁的恩人 我也不想当 明白吗 我谁呀 那么从崔龙珠到现在为止 那个 反正江苏的球员呢 从人品 人性 拼劲 然后这种韧性 我认为都是很棒 我认为都是很棒 但是咱们不得不说 就是 可能呢 就是 就是在意 我说出来 我怕有人不接受 就我觉得反正 就 稍微 有点操 我不知道你说 我说的 你能不能接受 能不能接受 就是 你让他干一件事 你把这人给我盯死了 他能干到 但是你要是创造点什么 稍微差一点 咱们不是说不行 你看吴熙 你也不错 孙可 也先不说了 你看吉祥 吉祥也不说了 人行走了 已经 你看 不说 赵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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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先不说 然后 我看谁 桃园 桃园也先不说 对 反正 顾超 顾超 就别在山口上撒盐了 周云 周云 就先不说了 都不错 你知道吧 就是反正 但是这方面呢 可能 哪方面 你说清楚 不是 我 没关系 就是 反正都是 就是拼就行 真的 因为这东西 也说不出来 怎么办 它可能就是一种 反正一种现象吧 一个客观存在 是吧 那么 在这种状况下呢 为什么说当初 德拉干呢 玩的挺明白 德拉干 其实踢的是个 简单足球 但是呢 就是怕就怕呢 就是又想简单 又想漂亮 又想俯 又想控制 哎呀 哥 算了 真的 说一个妹妹 又想找一个 漂亮的 又胸肌的 腹肌 拔块的 是吧 完了又想 最好是呢 书香门第 完了出去 完了还得 能带出去 完了 有自己 有事业 完了 房子还得有车子 也行 完了对人 特别温柔 你说点什么 他你说 你说一摸脑袋 他就会把温度计 给你递过来 一摸肚子 一往方便便 就会过来 你说了 你说明天我 哎呀 那个东西真好看 马上给你买吧 我就特意想 找这样的男的 大姐呀 你是谁呀 你想找这样的 我知道 可是你是谁呀 有没有男娃娃 真的 面对现实吧 好吗 脚踏实地 你仰不仰望 星空都没关系 你先把脚落在地上 真的 一步一个脚印的走 能走多远 走多远 就别 还没 走都不会 就别跑了 你还要震翅飞翔 你要飞得更高 别飞了 真的 因为翅膀都快漏腔了 漏风了 你别珊瑚了 好吗 嗯 好吗 嗯 好吗 就这样 行 要没电了 一会儿没电了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就是 你看啊 咱们这么讲 就是 此时此刻的江苏苏宁呢 很容易让人联想起 去年的 这个叫什么 山东鲁能 是吧 那么山东鲁能 为什么在亚冠赛场上 高歌猛进 小组是六年胜吗 我不知道 是六年胜吗 现在我在热刺了 是吧 我马上就热刺了吧 有人说 我今天心情一般 我心情非常开心 明白吗 我非常开心 我非常开心 嗯 你不要通过我的 某些什么表达 来这个推断 我很开心 要不然我再给你唱一首 好吗 我很开心 是吧 完了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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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能啊 去年的咱们实话讲 包括的赛季末 官方给出的总结 说的就是说呢 没摆正位置 那么呢 在国内赛场上呢 苏宁现在呢 确实积分辣的比较多 所以呢 有的比赛呢 实话讲呢 就有点着急了 比方说 先丢一个球 扳平了 就认为能赢 就被人打反击 光光的 所以 还是得稳住 当然这个东西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并不容易 你别看我现在能说出来 但是我在我执教这个业余球队的过程当中 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真的 也犯过这样的错误 是吧 先进一个球 被扳平了 结果扳平那球特窝囊 接受不了 我就觉得 这 这不应该丢这个球 我们能光光光 最后被人给杠 这都有 所以有时候人呢 就是自我激励 自我约束 自我调节 就这三件事 自我激励啊 已经很不容易了 有人老垂头丧气 破罐破摔 你看我就会自我激励 我真的是自我激励 我无论做什么多难的事情 我总都找到一种方式 告诉我 你这么做是有理由的 有意义的 是可以的 我再累的时候 但是有一天 有一次睡着了 因为那次确实是 这个情况比较疼 太累了 剩下的情况 我只要找出一个理由 我觉得 你做完这件事 你一定会觉得你特牛逼 我就自我激励 那好 你做这件事 你将来你跟孩子一讲 孩子都会给你竖大拇指 OK 或者你做这件事情 你老爸爸老妈妈知道了 他们也会很开心 那我就做 是吧 你做这件事情 能挣钱 回来咱一块吃饭 你去什么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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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那个 潘古大官 去吃那自助去 龙虾这么大 这么高 这么多 你就坚持住 你把这 我知道你累 或者我知道 你觉得他们家特傻逼 但是你坚持住 你把这钱挣了 就可以吃自助去 好 就这些 就这些 我自我激励 我自我激励 那自我 自我约束 这事 哥们现在还可以 当然 小事可能一般 但是大原则的事 哥们绝对可以 是吧 特别麻烦 真的 完事你特别沮丧 完了还得 你还得害怕 完了 你万一 应该录下来了 完了 发网上了 家破人亡 孩子才九个月 你说怎么弄 对吧 对吧 特别麻烦 管得住自己 对吧 把皮带 又挤了三紧 啪啪啪 把马的肚带 又挤了三紧 特别麻烦 不沾的 你也不是没沾过 对吧 你年轻的时候 哥们你玩的也挺糟的 对吧 你看你打麻将 你玩游戏 你那个打台球 你还踢球 弹琴 完了 你没事 你还是打扑着牌 下象棋在网上 一宿一宿的下象棋 是吧 你这么 你说 是吧 你说 这个都是 这都没什么 对吧 都那么回事 是吧 这是自我约束 这个很重要 这是很重要 是吧 然后还有就是 就是自我的什么 就是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 很重要的 所以呢 崔龙珠啊 现在包括江苏宁 我认为 我送他这三个字 自我激励 这事儿没 你就换手如换刀 虽然在联赛赛场上 说这个举步为奸 没关系 换手换地儿 打麻将 打前四圈没胡 没关系 等待摸风 摸了 从南到北了 面南背北 啪啪啪啪 连勇呼三把 清一色豪旗 不仅把损失都打回来 把这对面搁几个球给打立了 是吧 得自我激励 这B7公寓1 这场球拿了分 就是小组第一 是吧 后两场根本不用踢了 踏实实弄联赛 然后我们再从联赛 重整旗鼓 这得是自我激励 自我约束 就是什么呢 要管住自己的欲望 越是主场 越是好像看上去 必须要赢 这时候越要小心 越要小心 不轻举妄动 不轻举妄动 什么意思 干嘛呢 自我约束 是不是 自我约束 那么呢 还有什么呢 还有自我调节 自我调节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有的人老过不来 要不然这种不良的情绪 就缠身 然后呢 总觉得呢 这个希望渺茫 或者是总觉得 静不下心来 等等 这都是属于情绪波动 波动 情绪波动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得需要呢 自我调节 要让自己呢 静下来 这有什么方法 可以静下来呢 你比较说 谈心 让我流下眼泪了 不知昨夜的酒 让我依依不舍得 不知你的温柔 如果还要走多久 你钻着我的手 让我感到为难 是挣扎的自由 自我调节 所以呢 对于这个江苏苏宁呢 我就说到这儿 你能明白就明白 就明白拉倒了 我仍然坚持 这个 你打五后位 可以 没有 No Palabamo 没问题 但是呢 你只有一种方式 你的是所谓 五三 一一好 还是五三二也好 只有一种方式 能够确保 真正的中场的稳固 那就是你上一场 对大阪刚八 你有一无一间呢 你让这个吉祥啊 盯对方那个远藤宝人 啊 你就对子 你把他们中场对一个 然后呢 你这五三呢 就不显单薄了 就这三 大表哥 跟上海上岗 其实踢的也算不错 但是丢那球 你明白怎么丢的吗 啊 我先卖个 卖个关子 啊 明天下午两点 暴风体育 新中超客栈直播 过程当中 我专门 啊 有一部分战术分析室 分析这大表哥 大表哥 这中场 排名不认 啊 好了 接下来呢 说上海上岗 上岗呢 我我我认为呢 就是 我很早我就提出来了 上海上岗这个队 啊 无论是对亚洲强队 在中超也更别说了啊 这个队呢 90%的场次 是可以进 两个球 那你不信你回头 咱们算一下啊 当然可能90%有点多啊 咱们这么长 80%吧 80%的场次 它是可以打进两个球 啊 那么那么 就算是吧 啊 可以打进两个球 啊 那么 那么也就是说呢 它要是不丢球 或者是只丢一个球 也就是说 它是比较容易 取得胜利的 啊 那我说它发挥不好 能进一个 有时候偶尔可能也 不进球 是吧 所以呢 上海上岗 从攻击力的角度来讲 确实可以 它甚至啊 如果说是恒大的这个攻击力 是往下走的 那么上海上岗的攻击力 正好往上走 啊 你说是浩克 个人能力 再加上这个 埃尔克森 啊 这在中超打拼了这么多年 基本上这都 油了 是吧 你再加上这个 这个奥斯卡 倒数第二传 全TM是奥斯卡的 明白吗 虽然说奥斯卡 有的比赛 你给人感觉好像 体现不错的存在 但你得明白 这哥们原来在清华 后来去了华清池 实话讲 就说你得给人有一种啊 畅然若失的感觉 但你说挫早 华清池啊 挣得多 是吧 他有时候能提起精神来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发挥的好 他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全是倒数第二传 明白吗 我知道 胡尔克 也有可能上不了 这 胡尔克上不了 阿哈迈多夫上 挺好 我认为挺好 明白吗 我讲说是一个普遍概念 普遍概念 上海上港 两件事 第一件事 控制没啥 就丢一个球 甚至前70分钟 你就守 最后20分钟 逛逛上 这都可以啊 我说的是比较极致 还有一页 上海上港 一定要激发 吴磊 一定要激发 吴磊 吴磊 一定是有用的 有人说 吴磊老错失机 咧 踢的什么玩意 他妈不懂球 就算了 别聊了 好吗 你就不懂球 就别聊了 你知道吗 范巴斯腾知道吗 范巴斯腾知不知道 范巴斯腾知不知道 范巴斯腾当年在一甲 一个赛季 一甲38轮吧 他一共错失了58个机会 明白吗 但是还是 还是牛 你说阿兰也错失了机会了 你能说阿兰不踢 让谁踢啊 让谁啊 肉手一个慢动作 右手一个慢动作重播 怎么弄 没法动 是不是 所以你还得相信吴磊 明白吗 一定要相信吴磊 因为有大牌在这 吴磊有时候 你不要台上 你看金城武在的 是吧 梁朝伟 是吧 完了 加上一个那个 叫那个金城武 梁朝伟 牛洞华 是吧 本来 我在 在台上 后来他上来撒 这个 你说我 往哪 站 是吧 我肯定得 就是有点被边缘化 但是 你就说句老实话 你要说 到大家乐 你说就那三块料 行吗 你还得发挥我的作用 是吧 我查克塔混 我把这几个金城武 什么梁朝伟 刘德华 我给他们串接起来 这才哈哈一乐 这才行 你不能说 这大牌来了 你靠边站 我靠边站 你看他们口条 说话 说普通话 能说清楚吗 对不对 是吧 有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抽粉丝 耶耶耶耶 有什么意思 没有意思 没有 没不高级 还得发挥出我的作用 明白吗 所以呢 吴磊就是这样的人 一定要把吴磊作用发挥出来 即便是如日中天的广州恒大没有告临行吗 我就问你 即便是如日中天的广州恒大没有告临行吗 我说的不是现在告临啊 孔卡 埃尔克森 不是 孔卡穆里奇 什么 埃尔克森 那时候要没有告临行吗 不行 得有这么一个东西 你们喝鸡汤 老母鸡的鸡汤 不放点胡椒面 你不觉得油吗 是不是 往那一窜 那感觉能一样吗 不一样 是吧 说吃帅羊肉 为什么非得放点韭菜花 这他妈是有假的 说你不用放就那那那那麻酱 弄点香菜什么的 你吃不对味 必须得放韭菜花 明白吗 明白明白 你们现在吴磊不是韭菜花 吴磊成了苦菜花 这是不对的 一定要把吴磊的作用发挥出来 只有这样 上海上港的宫西县 才能够长治久安 才能够无往而不利 好吗 OK 至于说后防线 千万千万别以弓带手 这是大傻子 明白吗 以弓带手 脸上就俩字赌徒 明白吗 什么以弓 进弓是最好的防守 屁 忽然八道 扯王奴 进弓还最好的防守 你看 防守是最好的防守 明白吗 进弓不是最好的防守 净扯王奴 冲啊 就这还最好的防守呢 拉库兜的吧 那掩体里边二龙观察 这是最好的进弓 明白了吗 就这个意思啊 上海上岛呢 阿哈迈多夫 奥斯卡 把中场八八一控制 然后前面阿尔克森 加上吴磊 奔奔打反击 叮光五四 七里咔嚓 被动不怕 越是被动 球在对方脚下 才最好的 现在吴磊上抢多快 曹云定也行啊 就两场比赛 上抢都拿分了 速度快 就专找对方啊 那后卫线控球最糟的那个 没有吧 专找他抢 别人那时候拿球不抢 专找他抢 这是文章啊 我教你啊 我以前说过吧 你要是踢业余野球 我告诉你 你场下找一个看球的 先观察对方这四个后卫 你看谁最糟 马一停停球 停三米多高 完了一传球 脚法也不对 脚腕都松的 你就悄悄告诉你们前锋 就抢一喊 比方诱后卫 就抢着诱后卫 球则也到他脚下 乌央上去 喊着上去 然后感觉慌了 就给你传 你脚下去了 见人下菜碟 这都是门子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吗 加接尔卡 明白了吗 一定要记住 把有限的力量 发挥到极致 提高他的性价比 说你一个月就两千块钱 没关系 集中花一顿大的 八百块钱 把这女孩放心 给俘虏 俘虏 俘虏 酒菜花 然后辣椒油 再加点香菜 你可以稍微加一点 叫什么蚝油 但是蚝油这东西 你别觉得蚝油贵 别加多 加多味就没了 明白吗 你可以加点芝麻 芝麻也别多 你别以为那东西不要钱 你的玩命加芝麻 最后吃了满嘴 牙筍 你感觉那肉 是从沙子里边捞出来的 那就不对了 稍微点缀一点 药就那个 吃肉的时候 咔嚓那一声 明白吗 就像小时候 特别喜欢抓跳的 我就给我哥 来我帮你抓着跳的 为什么呢 那时候小时候家里穷 身上都长跳蚝 衣服那夹缝里边 天天我就 谁让我找着哨子 我就找完跳蚝 就听那个 就听那声 明白吗 芝麻就是这意思 明白吗 芝麻就是 让跳蚝那一声 你别弄满嘴都是芝麻 好吧 这什么男主死光什么意思 给他给有没有那个 那个场控还在不在 把这种神经病的 你们突如反正 突然间蹦出四个字 都不知道是不是人是鬼的 都给他拉黑了 行不行 都给他拉黑了 好吗 等会儿啊 等会儿我渴了 不是渴了 有人说你卖这个 这瓜子一袋能挣多少钱 我问了一下我们公司的 他说因为现在促销嘛 这一袋大概能挣三块钱 所以呢 就是它是一种文化 真的 割卖的其实不是瓜子 割卖的是文化 割卖丝 你就说 你看不看见 这个这里边应该就可以卖瓜子了 这里 好多朋友买着瓜子了 我就问你 你买我瓜子了 我就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你刻没刻出来空的 有没有空的 第二 有没有苦的 坏人 有没有 说群众里边有坏人 我就问你 就我这45度炸的瓜子里边 你刻没刻出来坏人 你刻没刻出来 我得刻了的有四五袋了 我一个都没刻出来坏人 我也一个没刻出来空的 而且都是颗粒饱满 明白吗 贵点不怕 赚少了钱不怕 你卖瓜子能卖出富翁吗 卖不出来 三个钱一袋 你就一晚上卖500袋 能挣多少钱 要的就是这个劲儿 你听我发车 在车上我刻瓜子 你也刻着 心与心的沟通 你听我啊 啊 这是我 我们家猫 足球 我说 你这一块哪儿贵 贵就不买呗 那这不 我也知道私人飞机贵啊 我就不买 就买不起不买呗 什么是贵 什么是便宜大哥 啊 你这夏天 你到地里边 那像是回你给掘了 你回家 你一个往外宅 那便宜 那肯定便宜 咱们再做个测试啊 10个啊 2 3 4 5 6 7 8 9 10 10瓜子 10 别饶急啊 一会儿说恒大啊 这都说完了吧 上岗 可以了吧 这都 这都几点了 恒大呀 这个事啊 就相对来讲 比较复杂了 啊 今儿有一个自媒体 说这个董路啊 去年呢 把这个 护股卡呀 给说走了 现在呢 他又开始说 斯格拉里 如果斯格拉里 真走了 所以董路这嘴 是开过光吗 说句实在话 不是我 全中国有多少人 都这个想法 只不过就是 可能你听到我说了 10个 1 2 3 4 5 6 7 11 11 12 不是 7 8 9 10 10 颜色还不一样 集中吃 幸福啊 集中降临 苦尽甘来 生活就是这样 一般来讲呢 是一个一个课 但有的时候我喜欢的课10个20个集中一大口吃一只有一种心情耕耘后的丰收的感觉 这就属于自我调节的一部分 这就属于自我调节的一部分 横大 张芬招现在怎么样了呢 邮件呢 伤了 徐欣呢 伤了 前两天呐 前两天呢 看一个新闻是政治力挺四个八里 是轮换没有轮换六七个没错 其实说的对 真的没有轮换六七个你看那个江苏苏宁啊 上一场比赛对重庆轮换有点大 有点大是吧 曹伟青啊什么 就稀里糊涂都上一场 轮换呢 四个左右 最好 但是斯科拉里的问题是 不是说你 你一到该轮换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想轮的人呢 他都不放心 为什么呢 平常不轮 这事就大了 啊 你越不用啊 好像越不敢用 但其实呢 有的队员呢 你要真是给他一个机会 他能抓住 你比方徐欣 恨姆他小一年没怎么提 对不对 那上去之后呢 还是提的不大 所以呢 斯科拉里呢 我也能理解 他求婚 人生啊 到了六十来岁 不能说到六十来岁 到四五十就得求稳了 啊 就别折腾了 那么斯科拉里呢 你要说他技术战术 咱们实话讲 他没吃过猪肉 他见过猪跑 他一定是有 他一定的路子 你不能说他 就是什么都不懂 你看其实广州恒大 有的时候这种进攻战术 还是可圈可点的 你比如说啊 高拉特 作为前场自由人的这种 到边路的这种呼应 然后 于汉超 或者是郑龙 以边前卫的身份出现 但是经常呢 和这个中锋之间的这种交叉的换位 到中路那形成第二点的这个攻击 等等 还是可以的 应该说啊 恒大的进攻还是可以 但是恒大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的这个 所谓的控制力 其实呢 你要说 无论是主场对这个川崎前锋 还是说是像这个 那天对广州复利 一比零的球打进第二个 这就妥了 但是呢 就第二个球没来 没来呢 但是恒大会 因为他夺冠太多了 不是夺冠的 就是自是特别高的 你想那个像保利尼奥什么的 都从英超来的 高拉特扶谁啊 对吧 他呢 比分是一比零 但他在心里已经是三比零领先了 这东西是最的什么的 明白吗 这是最危险的 你要一男的和任一女的 其实呢 刚认识 没多久 没有什么太深的根基 但是因为呢 滚床单了 男的呢 就错觉 就是我媳妇 就觉得呢 虽然说 没多久 虽然说 没有太多基础 但是 我那什么的 零与肉结合了 那这就是我的了 那这没问题 这跑不了了 那 是吧 邦当 有一天 帽子 绿子 带上 是吧 就是人呢 不能不能这样 就是你得 你得明白一点 就是说 你得真正的 真正的 就是说 有硬的根基 不要有错觉 恒大这球呢 基本上就是 一比零领先球 为什么 为什么被人逆转 连续出现这种逆转 对鲁能先进球 对吧 对富丽先进球 对吧 对川普前锋先进球 对吧 都是先进完了 觉得这球拿下了 完了 你不能说他保守 有人说 斯巴拉里保守 赢了球 之后就打反击 那废话 你前半夜赢了三万多 你后半夜打麻将 你一定 你不放炮就行 这对吧 稳步走下张力 这本身倒没什么错 斯巴拉里其实最大的错误 倒不是说战略上的错误 还是用人不行 他用人不行 战术战略这东西说白了 你说这领先之后 打反击防守 木里尿也这么提 是吧 关键用人 差点叶子 要把人用废了 要把人给歇废了 还有呢 你表现阿兰呢 真的是一个不错的球员 但是阿兰不属于中锋 他不属于中锋 所以为什么说有时候恒大说控制力下降 因为人都在动 拿不住 明白吗 你要说控制 除了说中厂控制 现在各队都是中厂的逼抢 有的时候是到前厂控制 那是真正的控制 打一步 是吧 要没一步 现在死 木里尿也已经下课了 是吧 所以呢 没有一个能站得住的 都在动 虽然这人都在动嘛 他也是一种方法 游击战嘛 是吧 游击战可以能打一场一些胜利 但是关键的你还得有一个贝斯 得有一个 啊 列队 这个阵型 一个集团军作战 这种感觉得出来 你不能老天天打游击 阿兰是游击队的 然后呢 保利尼奥呢 是属于别动队 就是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 这个控制控制的这种力量 高拉特的就是靠钱 对吧 因为他是前腰 中场政治呢 再怎么着 他也是37岁老将 多限作战 又是国家队 火车来了 多限国战作战 他总会疲劳 这个 保利尼奥啊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队员 你记住啊 保利尼奥是一个大致若狱的队员 为什么 因为他呀 因为经验太丰富了 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了解的特别轻 明白吧 他每一场比赛 他都啊 之前问自己的身体 啊 ask his own body are you ready 有的时候 ready 我说 哦 嗯 so so 比方说 他的这个体能值 如果是100 这哥们 这场球啊 把它平均分配到90分钟里边 光光光光光下 明白吗 他有的时候就70 这70 你说保利尼奥 你70你能不能就用在60分钟呢 你照样跟那个100用的90分钟大差不差吗 他不得 他把这70平均用在90分钟里边 他有这个自我调节功能 所以 我曾经说 恒大比赛 状态乃至于结果 其实看保利尼奥 就是保利尼奥你要看的前20分钟啊 30分钟40分钟 仍然是频繁 暴光啊 乒乓五四 上下 翻飞 拼抢 对抗 阻截过渡 前叉 回忆防 你要看见这么一个保利尼奥 我告诉你 今天恒大大差不差 啊 你要说是 踢15分钟 突然间 哎 保利尼奥呢 怎么回事 你要这个感觉 那完了 那完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保利尼奥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特点 他平均分配的状态 就是他自身的状态 而保利尼奥的状态 如果说一般 证明着整个恒大的状态都一般 斯特拉里说 对里有些东西 后来翻译说 我们没这么说 怎么的 其实后来好像 广东 我来求证一下 是不是广东 电视台体育频道 又找了一个葡萄牙语的专家 又重新听了一下 这个斯特拉里说的话 是吗 是不是 也就是说呢 翻译翻译的是对的 但是恒大的紧急公关 因为怕呢 这个 斯特拉里这个说话 会引发起来 内部外部的这种各方面的猜测 但是我坚信 斯特拉里这个感觉啊 是合理的 有人说他推卸责任 但我个人觉得 单就那天比赛来讲 恒大的状态确实不好 而且不仅仅是国内球员 包括外员 我没说他打假球啊 这个这个可不见得 你要是打假球阿兰就那么踢 就非得知道这球 就踢到这个 邓小飞的身上 那不会 这个状态确实是离奇的差 保利尼奥 高拉特 都那么回事 政隆 政治也一半 是吧 加上这个张林鹏 但是最后送出一脚也不错 那天的比赛经常会出现 没人接 你发现没有 你还记着梅芳 按说梅芳梅老板 是一个小心使得万年船的人 一般不轻易冒险 你发现没有 他不像冯小婷 冯小婷一高人胆大 经常拿着球后场 叮光五四往前带 梅芳不是人 梅芳不是人 但是梅芳有一次后场 拿着球突然间 开始光光往前带了 差点被人给断了 迫不得已 好像得犯规了 那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没人接了 明白吗 就是击鼓传花 你妈花到自己手里边了 想传给别人 别人都背着手呢 背着手 没办法 就自己只能自己扔了 明白吗 而且不止一次 那天的比赛当中 恒大不止一次 也不止一个队员身上 发生了这种情况 就拿球的时候不接 周围啊 不接 不是不接 他什么呢 跑动不积极 要么就是懒动 要么就是没劲 就只有两种方法 对不对 要么就懒 该跑不跑 要么就想跑 但是 out of Bryce 无论哪种方法 这都可以归结为斯格拉里嘴里的奇怪的事情 strange 不是strange 什么 奇怪怎么说英语 stranger 有人说 不至于体力吧 你没踢过球 但你这个问题我觉得还好 因为你用的是一问句还好 踢不踢过球的人知道 决定体能的除了体力 还有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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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这场球 玩命呢 玩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告诉你 我也不相信 恒大是打假球 但是他这个状态 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高潮之后的 自动的 一种状态的下滑 打上岗 恒大那状态 啊 舍我其谁啊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上岗来阳城 那是新势力向旧势力的挑战啊 等于说原来恒大是南城大哥 明白吗 北京南城大哥 突然之间有几个毛头小子拿着火药枪 过来了 干嘛 要颠覆啊 要颠覆 这南城大哥 这干嘛这啊造反啊 二营长 把我那意大利炮拉出来 光光光 把那几个拿火冲的给崩了 这放了炮了之后 第二个 过一段时间 又来几个拿红鹰枪的 就要颠覆 这班的大炮弹 都打出去了 你明白吗 那一上硝烟战火 这已经把酒当歌 也提不起精神了 尤其是一交手光光就干倒俩 就觉得把这帮崽子灭的没有问题 所以呢 这烧不留神光一枪一怼这儿 一不留神帮又扎肾上了 最后好歹在倒下之前 抡对方一斧子 干一瓶手 双双倒地 万能过 人哪是有这个 就当你猛足了劲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接下来你要再提醒 精神很难 我们有一次带队赢了清华 清华校队 启航大学生队赢了清华校队 那场拼呢 队员也亡力了 正名字体 紧接着 完了踢了一个石家庄来的一个兄弟队 那个队实力呢 照清华差的太远了 结果那场球 清一四踢完清华 星期天踢那个队 一比零赢了 但是踢的像一团屎一样 我就明白了 这东西是 这东西是规律 是规律 因为那一场已经完全释放了 没有吗 完全释放 你吃完一顿 八个小时的日本料理 各种什么 田俘罗 北极贝 那个海胆 鳗鱼 烤鹽焗虾 然后那个 或 那个生鸡汤 那个寿司有九种 是吧 然后 芥们吃了三五团了都 完了 你吃完这个 中午吃的这个 晚上又来个烤全羊 你能吃下去吗 吃不下去了 是吧 但是作为恒大来讲 它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跟去年非常类似 就是你开始不轮换 然后呢 你等到这个 这个形势有点落魄的时候 就不敢轮换 说你一个月挣两万的时候 你都不去夜店玩 你变成一个月挣八千了 你还敢去 卡布鱼是谁呀 别玩这妖鹅子啊 要来就来 别弄还打一灯光 跟我是歌手似的 还出场还玩一个洋事的勾掌鸡脚 是吧 上个赛季 不就是这样吗 对不对 所以恒大在某种程度上 它是已经无限接近于上赛季这个轨道了 这一轮对川西前锋客场是非常关键 打反击没有错 恒大我只能说他的战术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说诟病斯克拉里并不是说什么他保守 在我看来他是对的 他错就是错的他的用人 拍僵化 推模式化 说临了临了献上教献扎尔徒业 这也不行 一堆好拍 最后打着打着 那边有四个三个不用 非得撒巴再联 另外呢 就是恒大需要有点变化 虽然政治说 我们有两套 打法 三后卫我们应该怎么打 四后卫我们怎么打 但是这说的呢 我相信斯特拉里的战术肯定有两套 但我总觉得还得有点变化 这恒大定位球得分率很低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斯特拉里已经失去了足够的学习能力了 太老了 真的 就是定位球的战术实际上是最能够体现出一个队的主教练 对于新鲜的这些事物的把握和捕捉的能力以及执行力 真的 因为这东西你看有些 你是世界上 你多点进球集锦 看一下有些新的东西 我们结合着我们队的特点 什么 那最后有点变化 这是脑筋活的表现 对不对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现在恒大那边角球就是黄河文过去 是吧 然后有时候余汉超也过去 俩人在那 其实他不会打战术 为什么呢 他就是把对方俩人吸引过来 最后还是黄河而提 这东西我都能猜得到 你明白吗 他已经失去了足够的学习能力 这是我对斯克拉里大菲尔是最客观的评价 你就是挺斯克拉里的人 你面对我这样的一个评价 你也很难 说找到什么 特别恰当的词语来反击我 对不对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你们都看那人民的名义啊 我就不敢看 我不是说不好 因为我怕我一看我就真看着隐了 我这时间就完了 我就真耽误不起了 每天真的很多事 但是你记住啊 问我有多少事 我对家人的陪伴孩子 我绝对不会少 每天早上你别让我多晚睡 每天早上七点半准醒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女儿七点二十醒 我就是穿上衣服 把推门到内屋 抱起孩子走一圈玩一玩 他一见我一乐 我心都要化了 不论我多忙 只要我在北京 周五中午 甭约我吃饭 我肯定去接我老大 接我大女儿 开车过去接 因为住宿嘛 别整这事 别整这事 就干嘛又是 我是歌手又是出来了 我可不是 你别觉得我是什么一个无私人 不 我不会说是为了抛家舍业 然后我去展示我的无私 没有意义 你把你幸福了一个人 然后你毁灭了一个家 何必呢 是吧 我此时此刻我在这 踏踏实实发车 家里人睡觉 我老婆也已经习惯了 我老婆问我说你 做了三百七 完了我一进来我就能看见热衣 我看现在我是二是吧 我六十多万 完了热衣那是三万二的是吧 你看这就价值标准 你说他是不是有点混乱 是吧有点混乱 小鸡来了 小鸡来了 负责 有点混乱 我好帅 他对了 乱去吧 我好帅 我要去的 好帅 我把你回答个小鸡 我好帅 老婆 老婆 我好帅 老婆 老婆 一个人走开 不是没有想过 随便谈个恋爱 一年有过一天 三十岁就快来 往后的日子 怎么对自己交代 寂寞淡来 寂寞淡来 爱情是最遥远的灯台 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 时光不在 时光不在 只有自己为自己喝 才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爱情是最遥远的灯台 还得跟家族学点 算了 好了 今儿就聊到这儿吧 我快两小时了 好吗 今天聊到这儿 到这儿休息吧 我这耍了 仅走了十万人 就这帮白眼狼 再见吧 晚安 欧冠没说呀 还真的 欧冠 好像不结了 欧冠 不然我接受 晚安 好吗 晚安 晚安 八十年代的歌 弹一首送行曲 好吧 八十年代的歌送行 给各位送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弦已经跑了 不准了 那天唱嘛 好吗 好吗 点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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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滴了